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活小百科 今天带大家认识西洋梨 喜欢我的影片可订阅我的频道 与分享每天都会上新的影片哦 西洋梨学名Piris Communis是一种水果 常见于西方国家和一些亚洲地区 以下是一些有关西洋梨的特点和相关信息 外观和口感 西洋梨通常呈圆锥形或圆柱形 表面光滑 颜色可以从紧黄到淡绿布等 具有细腻的果皮 果肉柔软多汁 口感爽脆 但有甜味和微酸味 常见品种有许多不同的西洋梨品种 如巴特雷斯梨 安梨 皇家安梨等 各品种在大小 形状 颜色和风味上有所差异 营养价值 西洋梨富含纤维 维生素C 维生素K和钾等营养物质 它们也含有抗氧化物质 如多酚和类黄酮 对于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具有益处 食用方式 西洋梨可以生食 直接从水果中享受其爽脆的口感和甜美的味道 也可以加入沙拉 火汁 火冻 派 饼钱 果酱等各种烹饪和烘焙食品中 储存和选购 购买西洋梨时 选择成熟但不过熟的水果 外观无明显破损或瑕疵 味成熟的梨可以在室温下成熟 成熟后的西洋梨可以冷藏保存 延长其保存期限 需要注意的是 有些人可能对西洋梨过敏 尤其是对水果中的某些成分 如苹果酸 如果对西洋梨或其他水果过敏 应避免食用或咨询医生 此外 西洋梨的籽有些人可能觉得不舒服 可以选择去籽或小心咀嚼 丰富的营养素 西洋梨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维生素K 维生素B2 维生素B6和液酸等 它们也含有纤维 抗氧化物质和矿物质如钾 铭和钙 有助于维持身体的健康 健康消化 西洋梨中的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运动和预防便秘 它们含有非溶性纤维和可溶性纤维 有助于维持肠道的健康功能 抗氧化作用 西洋梨富含抗氧化物质 如类黄酮和多酚 这些化合物可以中和自由基 减少细胞损伤 提供抗衰老和抗发炎的效果 支持心脏健康 西洋梨富含钾 这对于维持正常的心脏功能至关重要 适量摄取钾可以降低高血压风险 促进血压的调节 保护免疫系统 西洋梨中的维生素C和其他抗氧化物质 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 提高身体对抗疾病和感染的能力 促进皮肤健康 西洋梨中的维生素C对于胶原蛋白的合成至关重要 有助于维持皮肤的健康和弹性 低卡路里食物 西洋梨是一种低热量的水果 适合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 对于控制体重和管理血糖有所帮助 需要注意的是 个人对西洋梨的反应和效果可能有所不同 如果有特定的健康状况或饮食限制 应咨询医生或营养师的建议 以上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